蜘蛛侠,蓄集大纲外泄报《复联4钢铁侠阵亡》 蜘蛛侠,范夏日,蓄集夜正愁派中,然而电影《大纲却提前外泄》,还顺便报了《复仇者联盟4》的雷有一位元老及英雄传阵亡的号。 新浪娱乐讯以下有雷,据台湾媒体报道,《复仇者联盟3》无限战争,超级英雄死伤惨重,令不少粉丝心碎,纷纷揣测第四集到底哪些英雄会复活,哪些英雄会真的领便当。 在《真相未明》前,另一部漫威电影《蜘蛛侠》,范夏日,蓄集夜正愁派中,然而电影《大纲却提前外泄》,还顺便报了《复仇者联盟4》的雷有一位元老及英雄传阵亡的号。 虽然《蜘蛛侠》在《复仇者联盟3》被灭霸消失,但他预期会在第四集复活,并且《蜘蛛侠》,范夏日,蓄集的时间点也会在第四集之后,蓄集大纲流出,比特帕克在还无法走出托尼时,塔克死亡的伤痛之际又面临许多危机。 托尼时塔克生前的划时代发明被大反派沈密克偷走,蜘蛛侠的设法挽救,另外还有一位新同学转来,其父亲是在史塔克企业工作的员工,这位新同学具有优秀的科技头脑,一直想超越比特,还耍心急想挑拨他跟好友之间的感情。 比特帕克痛失心领导师,还要面临友情,世界危机,完全就是四面楚歌,父辈受敌。 至于痛失心领导师也被指,报了复仇者联盟似的雷,验证钢铁侠已永远离开漫威宇宙,让不少影迷看了不能接受。 复仇者四本就被猜测会有不少英雄壮烈牺牲钢铁侠,美国队长雷神索尔都名列其中,上述流出剧情虽未获证实,但已引发不少人恐慌。 至于蜘蛛侠,迁笑日,续集,小辣椒格尼斯,派特洛,Guinersport,Utriall,神米克杰克格伦或G&G,Ellenho,突英米,高鸡盾,Nichu Kitten都会演出。 Atoldes Lai Shun